好 尽管现在南马都台风是转为中台了 但是气象局还是再度呼吁大家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而同时加上在美洲现在也有爱林飓风肆虐 外界就关注说是不是因为气候异常 海水升温才会造成这样的两大灾害同时形成 不过气象局曾经说这个时期本来就是台风季 现在这两个台风同时出现其实是纯属巧合 通过旅宋岛破坏环流结构 南马都从墙台转为中度台风 但气象局呼吁还是不可轻忽 有一些区域的长浪已经超过三公尺高 所以我们也提醒台湾周围沿海的海域是比较危险的 但不止南马都在台湾东南外海虎视眈眈 美国东部爱林飓风也带来威胁 外界关注怎么那么巧 甚至有一说是海水温度升高惹的祸 但气象局澄清太平洋及大西洋沿海水温 维持29度上下并没有出现异常 南马都和爱林同时出现单纯巧合 美洲和亚洲同样面临台风季 这样的状况其实很常见 气象局澄清今年台风的深沉时间 其实没有比较晚 台风路径本来就受复杂的大气因素影响 今年连续十个台风擦边球 只能说台湾幸运躲过 但这回南马都来者不善 民众可得小心防范 绝对新闻台北做不到